好了,看回未來幾年榴槤, 2021、2023、2014一直行木的年份, 生旺的丁火,很平順, 其實在大運行紀錨運, 榴槤行木連,其實都很平順的結構, 沒什麼看的,暫時都很順利的一個團體結構, 但我們看看有些榴槤是開始不利的, 就是它要轉入更神大運, 2025到2034這十年更神大運將它放了下來, 因為是正觀透出的運來的, 正觀透出代表, 開始掌權的現象是越來越重的, 就是由中聯辦可以有話事的力量越來越重, 這個現象的, 根本沒有什麼問題, 一個國家成立的一個團體有話事權利, 有沒有什麼特別呢, 特別在頭幾年, 就是2025、2026、2027, 這三年就有些動盪, 這個團體, 月治年, 2025月治年, 就是應用這個月害自害蔥的應期, 月牧就是它自己, 自害蔥就是應用時辰自害蔥, 很大機會, 一個很大的人事變動, 有一個可能是震盪, 然後2026、25年, 月牧見丙所黑的根根, 我們叫相關客官, 唯禍百般, 不入法院入醫院, 之前經常聽我說彭斯, 韓國瑜都講過的, 這個相關客官, 有權鬥的意境, 在中聯辦裡面, 就是一個很大的動盪不安的意境, 來的,